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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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撒谎 大人 我没有杀人 齐王殿下 案情已经审清了 小诺 母雪姬因为长期服用这种药材 所以身上已经显现了毒斑 而你作为她的贴身侍女 是最有机会给她长期下毒的 你为什么要给她下毒 你胡说 我没有对雪姬姐下毒 你不说是吧 我听你说 因为五雪姬毁了你的脸 因为你从小就长得好看 被客人盯上了 五雪姬一怒之下划伤了你的脸 还不让你抑制 从此 你的脸上便留下了一道疤 你虽然表面隐忍 但心里一直记恨 所以你偷偷给五雪姬下了毒 没有 不是我做的 五雪姬长期已用这种毒药 提寒不已 每天必须燃烧炭盆来取暖 那日 在炭燃烧炭盆的时候 你就亲手用棉絮 封锁了门窗 在杀了他以后 你又嫁祸给了太子 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我 我我我怎么可能会害玄姐姐呢 虽然你不承认 但你的脚已经出卖了你 你以为嫉妒五雪姬的美貌与舞姿 所以经常偷偷脚踩金粉泄愤 你留在现场沾满金粉的脚印 就是最好的证据 你不要再狡辩了 不可能 我鞋子上没有金粉 薛姐姐 她虽然划伤了你的脸 但你们在一起相处了这么多个日日夜夜 感情如此深厚 你怎么做到眼睁睁地看着她去死 还用她的死做伪证 一个是她最欣然的人 不是 不是 薛姐姐她根本就不是我杀的 她是自杀的 我只是把她的尸体搬到了练武方而已 那天令武方根本就没有金粉 她在撒谎 杀人 我没有杀人 秦王殿下 案情已经审清了 五雪姬是自杀 搬移尸体的 就是小怒 我 为什么说谎 诬陷我太子哥哥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想和姐姐比编故事 你还差得远吗